人家分紅我們要眼紅嗎 當然要眼紅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好的 分紅可以拿 你知道說 事實上在鴻海集團裡面 他們都有一句話 就是鴻海集團 每一個人都要懂的 叫做爭權奪利是好漢 開疆僻土真英雄 也就是說鴻海郭台銘先生 他非常鼓勵你去開疆僻土 但是他同時他也很敢給你 我們看到以這一次 他在12月1號發放的 大手筆的分紅來看的話 你看他2015年的獲利的6% 他提撥出來 員工的分紅的股票 總分紅的金額高達 新台幣100塊5億 如果除以他目前的 7500個人在台灣的話 平均每一個人可以拿142萬 那還不只這樣 他有績效 獎金等等的 2到6個月不等的績效 可是不是每一個鴻海員工 都拿142萬吧 是平均 這個平均數字 其實鴻海還是這樣 你不要這樣子就去找 在鴻海上班的人借錢 他未必有142萬 沒錯 這邊要跟大家提醒一點 就是說這個是平均數字 平均數字是這麼高 142萬 有人可能拿到1000 這個落差很大 在鴻海裡面的話 他會依照你今年的表現 譬如說你是 他認為你是這種 我們鴻海最重要的人 包括說像可能是研究單位 或是說這個技術團隊 或是重要的業績的 所謂人才的話 他這個給的都非常高 你跟我講一下 比如說他平均在鴻海 是拿5萬塊的員工 年中到底是有多少 5萬塊 如果以5萬塊的話 大概是鴻海比較中低階的員工 這個其實他的年終獎金 大概也都大概2 3個月而已 他不會太高 我們看到說 事實上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每一年鴻海不是都有尾牙抽獎嗎 尾牙抽獎的時候 不是郭台銘都說 我要送出2000張股票 3000張股票 那個不是每個人都能抽的 這要講清楚 不然很多鴻海的員工 最近一直在被人家叫買單 對啊 那個不是每個人抽的 他們以鴻海全部 他就說你百四萬 你不用買單 結果其實他沒有 他沒有那麼多 譬如說我們以尾牙抽獎來說 尾牙抽獎的時候 可能在場的 大概有一兩萬人要抽獎 但是事實上能夠抽 那個最大2000張的 大概只有幾百個人 甚至不到1000個人能夠抽 也就是說他 這個是這些人才是 郭台銘就已經說 你可能要在這個地方 待著很久的人 而且是如果你真的抽到了 你還要再簽一個說 三年之內不能夠離職 等等的手續 你才能夠連這些股票 所以你就知道 他這個應該是不管 你多少錢他都是有的 對不對 人家生育補助給16萬 結婚禮金給1.2萬 事實上郭台銘董事長 他也是很敢給 剛好一桌的錢 對 他也是很敢給 就是說 送男戶兩桌 美人姐 沒有 你現在喜宴 不要再標榜那種 6000塊一桌了 要吃好一點的對不對 至少要8000 你看他們的這些 哩哩哩哩這樣子加起來的話 其實也還算不錯 相較於今年 很多人可能都在擔心說 我的年終獎金不知道在哪裡 大家看到郭台銘董事長這樣子的大放送 其實還是覺得說 有人難怪會一直有一個聲音就說 郭董選總統的聲音 又是因為他的分紅是在大腦了 郭董選總統的聲音 郭董選總統的聲音 他那個感覺是鬼在叫 內心而鎖命的 我告訴你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你要敢給 對不對 你要捨得給 因為是人幫你賺錢 對不對 那要不然的話集體跳槽 坦白講你真的是傷心動骨 對 其實當然就是說 郭台銘先生他很大方 可是有的時候 如果對岸給的條件更好的話 難免就會有一些員工 他其實會覺得說那是不是過去呢 反正先拼個幾年再說 那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話說從頭 中國大陸的面板市場很大 所以幾乎台灣的一些大廠 其實都很想分食這塊大餅 所以鴻海集團旗下的群創光電 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有一個所謂的咸陽計劃 這個咸陽計劃就是群創 它出技術 當地的一個面板廠商 叫做彩虹光電 它提供這樣的一個產能 雙方彼此合作來一起賣面板 好 那問題是賣賣賣賣賣賣 就是這個合作 從2014年到現在 可是後來郭董發現不對 當然就是下面的一些主管告知他 郭董發現不對 奇怪怎麼我的一些當地的一些主管 還有一些工程師紛紛離職 而且人數還不少 前後加起來高達48個人 所以郭董就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極有可能這一群人 帶著我的技術 就等於是帶槍投靠了 所以郭董知道這件事情 投靠誰啊 就投靠當地的彩虹光電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個咸陽計畫 就是雙方合作要一起生產面板 可是在當地工作的一些 群創光電的一些員工 他們就因此跳槽到彩虹光電 郭董當然就覺得說 你這樣就等於是直接 帶槍投靠的一個情況 郭董現在就已經發了純正信函 希望這些人好好想一想 你到底要怎麼解決 到底要怎麼處理 根據台灣的一個營業祕密法規定的話 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的話 這些員工可以處於5年以下的 有期的一個徒刑 當然在大陸任職的一個部分 你會加重刑責最高是到10年的徒刑 這件事情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中國大陸他們在挖腳的部分 看起來就是為了挖人才 反正薪水他也不在乎 其實面板業從08年09年到現在 已經台灣好幾坡的人才都被挖走了 而且他們給的配 坦白說真的很敢給 像之前友達光電 有一名高階主管就是副總 被挖到中國大陸去 對方開的條件是什麼 跟大家報告一下 三年的薪水是250萬美元 簽約金是70萬美元 達成目標化60萬美元 那更不要說配房配車等等 那當然這個友達光電副總 到後來他並沒有去中國大陸上班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被友達發現了 那友達也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洩漏商業機密等等 那我們只能說 從這幾個案例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中國大陸他們為了積極 挖腳台灣的人才 真的很敢給 很肯給 對 不過他這個其實也就是 員工自己的一個決定 但是他有法律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當初你進這個公司 有簽一個旋轉門條款的話 其實你是違法 你不能說有錢人往高處爬 水往低處流 不是這樣子的邏輯 所以這個告的話 其實是還有點勝算的對不對 其實勝算還滿高的 也就是說公司會去查一下 這些帶槍投靠的人 他是不是有洩漏公司的 一些商業機密 以及公司有一些 就是屬於公司的一些專利 如果你也把這些專利的 know how洩漏出去的話 那真的 郭董勝算很高 是 問一下茗玉 就是說其實他已經很敢給了 也很捨得給了 可是還是有這麼多人跳槽 難怪他震怒對不對 他的用人哲學是怎麼樣 就是 除當然優秀是很重要 不過最主要是說 郭董很欣賞這種你努力肯學 而且最重要是你要配合度高 隨傳隨到 因為在紅海裡面 就流傳了一句話 就是說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變化趕不上郭董的一通電話 就是也是形容說 郭台銘其實滿善變的 但是就是說這個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發生在紅海集團 最著名的就是謝冠宏的案例 然後那時候是 紅海那時候在爭取 蘋果iPad代工的時候 那個謝冠宏就不眠不休 幫他寫了一個非常厚的 這個檢討報告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知道說 那個蘋果的賈博士 不是非常非常的peaky 很挑剔嗎 結果竟然給這份告告 一個A加的一個成績 同時謝冠宏 因為這個iPad的檢討報告 幫紅海至少在10年間 申請了1000多項的專利 那也奠定了 後來就是蘋果 就是紅海有幫這個 爭取到了iPad 還有iPhone 這個代工 對 所以他立下 這麼飄漢的這種戰功標準 這個人才肯定要綁緊 結果後來是因為什麼事情 他被You are fired 就是因為請假的事情 這話說在2012年的時候 這個謝冠宏 因為他的女兒就要去日本讀書 然後所以他講說 請假就幫他女兒 處理一些入學就是求學 一些住宿的事宜 結果後來他請假是從10月22號 請到10月25號 那這都請好了 結果沒想到 是這個行政員裡面的書師 10月22號當天沒有請到 可是為了這件事情 謝冠宏自己口頭 還跟郭董報告說 他10月22號請假 但是郭董那時候 也不知道什麼就是 他就 那個謝冠宏就誤以為 郭台銘準了 結果沒想到 12月22號當天 郭台銘就要來開會了 全部人都到了 他發現謝冠宏沒有到 後來他結果郭董 就當場用擴音機 就打給了謝冠宏 結果那時候非常糗的是說 謝冠宏那時候已經在飛機上了 後面那個廣播 還可以聽得到說 我們那個飛機要起飛了 艙門要關了 請大家坐好 廣播都已經這樣子廣播了 結果後來郭董一句話就說 我給你兩條路給你選擇 一個是你現在立刻給我回來 第二個就是你沒有回來 你以後就永遠不要回來了 當然 人家都已經在飛機上艙門要關了 那要不然就是第二個選擇 你立刻到了日本 然後馬上就坐飛機回來 那謝冠宏那時候就覺得說 他在鴻海也奮鬥那麼多年 他覺得對他家人很虧欠 尤其對他這個小孩 沒有陪伴他成長 他覺得很虧欠 後來他選擇 他就是留在日本 他覺得說我嫁也請了 而且我也告訴你了 我說的都都完備了 那他覺得說 你現在就叫他回來 他覺得沒道理 後來他堅持不回來 沒想到郭董發狠 就真的就把他fire了 那當然謝冠宏就覺得很委屈 反正這件事情 就一撞告上了法院 然後這個官司打了4年多 結果到2016年的8月的時候 法院是判鴻海敗訴 必須給他150萬的資遣費 還有將近市價2000多萬的 這個鴻海股票 那當然最後要講是說 因為人才畢竟是人才 這謝冠宏離開了鴻海之後 他馬上就被大陸看中了 自己自創公司 然後就跟小米手機合作 然後創了一個叫做 小米活塞耳機 三年之內就賣了2300萬條 現在已經成為大陸最夯的 聽歌神器 是人才 是人才 是人才就是人才 所以我覺得當時會不會是 大家一口氣在那裡 沒有人給個樓梯下來 所以僵住了 現在他們已經有稍微合作 因為後來小米 這個彎某公司 這個小米有資金給他 現在郭台銘反而希望說 小米你把這個訂單給我 所以他現在其實跟謝冠宏的關係 已經是比較好一點點了 我們講其實郭台銘董事長 你看人家是不是能虛能生 當然能虛能生 郭台銘董事長是怎麼樣 他要追求你的時候是怎樣追求 叫他跪下來都可以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我們看到那個畫面 有一個叫戴豐樹先生 他是誰 他其實在郭台銘 在打造他的供應鏈的時候 他發現到說 他想要學日本 尤其是豐油塔 豐田市的那種管理 他一直很想學 想學的話 他要得到各宗三昧 他就去找 這個豐油塔裡面的所有的高階主管 他發現到有一個台灣人 就叫戴豐樹 戴豐樹他是在日本大學畢業之後 他就一直留在日本 在豐田裡面一直在海外學習 然後後來甚至當到了 豐油塔旗下 叫愛信公司的一個高階主管 我們知道說日本的公司 就是終身雇佣制 我如果做得好好的 我搞不好還有機會再往上爬 那郭董就盯上他 就每一次派人專程到日本 去跟他說你要不要到我們鴻海 來工作怎樣怎樣 前前後後跟他對話了兩年 戴豐樹都完全不理他 結果終於到有一次 因為戴豐樹要被派到泰國去 回到台灣的時候 他就說那這樣 帶上你來我們鴻海走一趟 然後他就說好 他就去了 去了之後他就 郭台銘先帶他到他們的家 這個鴻海的總部土城 繞一圈之後 他說你要不要來我們公司 又繼續講 結果戴豐樹就說 我跟你說不要 然後郭台銘怎麼說 他說好 你先在這邊 我看一下我們的生產線 我先跟你太太談一下 就把他太太請到另外一個房間去 然後他就說 你對於戴先生要回到台灣 你有什麼看法 他說其實戴先生 也不是說不願意回來 他有很多考量 譬如說台灣沒有好的住宅 沒有好的住的地方 他其實很想回來 因為他爸媽都住在這個地方 他也很想回來 只是說你要有更好的條件 結果郭台銘馬上就說 好 我願意幫你們找一個 住一個好的房子 100萬美金的房子 3000萬在台北可以住得很好 這樣的話 你願不願意說服你老公 他說他太太就說 好啦 如果是有房子 那又可以定期的回來看爸媽 他甚至郭台銘還加碼說 好 假設他說大陸去上班 我的專機就讓他坐回來 要不要 他老婆就說好 結果他老婆就簽約了 他就簽約了 他老公 他老婆就簽約 簽約之後 簽出來之後 他老婆都答應了 郭台銘就跟他說你老婆答應了 大公司就說我能不答應嗎 馬上就到另外一個房間去簽了 什麼律師見證 全部都搞定了 你看郭台銘要追求這個人是這樣 但是你知道 他到郭台銘的旗下去工作的時候 的確 因為你知道 車子的零件有2000個 手機的零件200個 車子零件20000個 手機零件2000個 車子複雜多了 所以他把整個所謂生產線 導入富士康之後 富士康業績就開始起來 戴豐樹一度被認為說 是郭台銘可能的接班人選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2009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剛好富士康業績不好 結果郭台銘就說 戴豐樹業績表現這樣子 你該怎麼樣 就要他辭職走人 所以你就知道說郭台銘 他要你的時候他是可以 死心塌地的追求你 但是你沒有表現的時候 他是對你一點都不會客氣 不是應該就 但是他就是這樣 社會現實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職場從來就不是一個 要追求真善美的地方 搞清楚了沒 OK